我俩在一起一年多了 刚开始我还觉得她挺关心我的 但是后来我才发现 这根本不是关心 她真是太黏了 我觉得挺好的呀 两个人谈恋爱不就应该命在一起吗 不仅这样 她也总是把很多事情推到我身上 每天小事都要喜欢我 很多事情就是交给她 我才放心嘛 我现在根本感受不到一点快乐 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接下来我们掌声请出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文22岁来自福建 是一名票务员 女嘉宾小贤同样22岁来自福建 是一名学生 来 掌声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啊 是你女朋友啊 是 谈了多久了 一年多了 喜欢她吗 喜欢 她很黏你是不是 黏到你都不喜欢了 是吗 对 有多黏啊 黏成什么样啊 就很依赖我 什么事都要我做 来 你说她怎么黏你的吧 我听听有多黏 一开始交往的时候吧 白天天天给我打电话 微信回了晚 她就不停地给我打 我就挺烦的 本来我是觉得 她一开始交往 没有安全感 后面就越来越厉害 越来越过分了 到什么程度啊 我一开始去外面 外地要参加培训 我跟她说了 她很生气 她就不让我去 她就说 要去就让她跟我一起去 然后到了第二天 她就把我行李箱缠了起来 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我马上就要迟到了 我就背着包 我就赶门出去了 为什么呀 我才是亲自相爱 不就是想让你带我去吗 然后你那天 你知道我有多贪心吗 你拿着包你就出去了 然后把我一个人认在那 我感觉自己 就像被抛弃的一样 她说她感觉像被抛弃了一样 她出差怎么是抛弃呢 人家要出差啊 我就是想让她带着我 你就想让她带着你 我是去外面干活了 我是吃苦 我不是享受了 我就是想让你带着我嘛 我想陪你一起去啊 你就想陪她一起去是吗 她就是这样依赖着我 什么事情都推给我 把她分内的事情都推给我 心仰里的她使唤我 你怎么说使唤这个词呢 她就是我们一开始谈恋爱 她就要求我们经常约会 去她学校去找她 这我也无所谓啊 我坐车就过去了 一来二去我就发现 她根本就是拿我当跑腿的 啥意思 就是他们学校有快递 有个固定点让自己去去 她就经常就是给我发快递短信 让我送了去拿 然后我们再约会 那你想多了 你是主要想见她呀 还是想让她拿快递啊 我主要是不好意思说 那个让她直接找我 找我去约会啊 我就拿这个理由 就是想让她来找我 人家姑娘的理由是 我不不好意思直接跟你说 我想你了约会 但是有一次很过分啊 就是我帮你拿完快递 你拿着快递就直接上楼了 就没有感觉 没有顾虑到我的感受 我那时候不是有事吗 后来我也跟她解释过 是什么原因啊 什么原因啊 就我当时就是真的有事 然后我们就那个不能约会了 我就让她先回去了 然后她觉得被我死罢了一样 你也是小心眼 给人拿快递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他们学校请你拿快递是很正常 今天是不是都很方便呢 不很正常吗 你看我摔11摔12也没让你买东西啊 东西都是我自己买的 你帮我拿个快递怎么了 我就想见你啊 我在上班我是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 堵车可能要两个多小时 我们就这样约会 二十分钟半小时 你就叫我回去了 我是来开开心心找你约会的 我不是来给你当快递员的 我问一句啊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我们在一个地方做兼职 我就向她要联系方式 我们俩在微信里聊了好几天 双方都感觉不错 我向她表白 她就同意 我们就在一起了 女生怎么说着说着要哭啊 为什么呀 你难受什么呀 你能告诉我们吗 我觉得就是那个 她就是什么事都不愿意帮我 她什么事都 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们见面的时间有点少 就是所以我就 竟然想让她出来跟我见面的原因 你把手放下来说话好吗 你以前谈过恋爱吗 谈过一次 就是因为见面时间太少了 然后才分手了 就是感情大了 那个怎么就见面时间少了呢 不是同学吗 不是 不是 不是她就是那个也是在上班 那个也是在上班呢 嗯 哦 是她跟你提出的分手吗 她提的 哦 所以到这个你想常见到她 这是你的逻辑是吗 嗯 这个她平常就这样吗 是啊 你当时喜欢她什么 漂亮 温柔 说话挺孝顺的 细神幸运 哦 漂亮和温柔 除了这个问题之外 她还有别的毛病吗 她很不独立啊 不独立 对啊 什么小时多我帮她 啊 有一次我知道她要上早课了 我就上班出门之前 我就要早点起来 啊 结果她睡晚了 然后她就打电话给我说 让我去帮她上课 我当时在上班 我怎么会有空 你帮她上课 对 哦 然后呢 然后她电话里就哭了 她说如果我不帮她 就分手 后来你去上课了吗 后来我去找我朋友的妹妹 然后她去帮我上课 我觉得我又欠她人情 我又要请她吃饭 哦 后面那几天 她又找我去帮她上课 我觉得我不能这样 一次就答应她了 不是 你怎么老找人 你怎么老找人上课呢 姑娘 我觉得我发个章 然后赶过去 我也来不及 我第一时间 我第一个就想到她了 我就想让她帮我去点个道 可是点道 你要看性别啊 我一个男的 不不不 你没有同学吗 有 那你为什么不让同学 帮你点道呢 我第一时间就想到她了 你没她可怎么办呢 我就觉得那个 真想到她 然后不想麻烦同学 哦 想到她 所以不麻烦同学了是吧 哦 难怪她有这感觉 她是用来跑腿的呢 是吧 除了这个 你女朋友 还有什么 什么小毛病 让你觉得受不了 她就特别爱冲动 她就看很多朋友圈 朋友里面很多在那边发健身运动的照片 嗯 她也想跟我一起去运动健身 啊 然后她就叫我搬健身卡 啊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啊 白天上班工作已经很累了 而且我平常有休息的时候 我都会跟哥们一起打篮球 当时我说不过她 然后我就只能去办了一张 叫她跟我一起去 结果她不愿意去 我觉得很浪费 她去过吗 没去过 你没去过啊 那你为什么要办卡呀 就是办卡的时候 说好了 就是那个 我想去的时候 她会陪着我 然后后来我想去的时候 她又说没空啊 那个不陪我去啊 因为她没陪你 所以你没去 是吗 嗯 她这种冲动的事做得多吗 多 还有什么 啊 还有什么 谢谢 比如没有必要的东西 她就很冲动地会想去买 家里已经有音箱了啊 她还让我再去买个音箱 啊 说那个音箱音质不好 我觉得没有必要啊 她在上课 我在上班 有的东西已经有了 就不需要再去买了 我就觉得 那个东西我挺喜欢的啊 我觉得我不买 我会后悔 不买你会后悔 哎呀 你终于笑了 原来就是因为一个音箱 啊 她笑了 她就这样吗 是啊 她还会给你提出什么其他的要求啊 你觉得 匪夷所思或者不可思议吗 她就很容易怪我 她喜欢去爬山 爬山 她那天让我去爬山 跟男太太去爬山 我就特意跟我同事换了班 到了山底下的时候 她就突然不走了 我问她说为什么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她说没有 她让我给她背上去 她说如果是我真的爱她 就让我背她上去 背了吗 背了啊 但是我当时我觉得莫名其妙啊 我就想拉她回去 看她是不是真的不舒服 她就不愿意了 在那边大喊大叫 叫我的大声叫我的名字 周围的游客都觉得很奇怪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就只能背她上去了 不是你喜欢爬山 你怎么让人背你呢 我就想考验你在她吗 那你觉得她爱你吗 她就是那个很不情愿地背着我 然后背到一半她就想回去了 你这是想考验我还是想累死我吗 那么高的山 周围的情侣实在走不动 都是手拉手拉上去的 哪有人用背的啊 我又没让你一口气背上去啊 你都真背不动啊 我们手牵手走上去不就得了 你直接就想回去啊 明明就是想去爬山 你是自己提出来要去爬山的 我觉得你脾气也真的不错啊 就22岁的小伙子能这么 你脾气不错 你会带她去见你朋友什么的吗 会啊 怎么样朋友对她的评价 安静 安静 美少女 就你朋友对她的评价还不错是吗 是啊 她当着你朋友她会发火什么的吗 不会啊 就只有你们俩的时候才发火 对 只要有外人的时候她都是乖乖女是吗 是啊 哇 所以其实你的苦只有你知道是吧 对 你怎么又乐了呢 你是故意的是吧 不是 是你虐她虐得很开心什么姑娘 我没觉得我虐她 我就觉得 就想考验她一下而已 她还会让你做什么事情啊 她就很容易通动 上一次是参加那个朋友的生日聚会嘛 有个女生 她不小心把那个蛋糕的奶油 抹到她的衣服上了 她就当场就翻脸了 可能那个人吵起来之后就给我打电话 我当时在郊区上班很远我也赶不过去 当时听到有人在电话里也劝她了 然后我就没有在意 我就挂了电话 她看我挂了电话就也不愿意了 她接着给我打 我接了好几次之后好说歹说 她还是很坚决 一定要我过去 这是为什么 衣服上蹭个蛋糕怎么了 不是 那衣服就是 就她给我买的嘛 她给你买的 然后对 我就 怎么又哭了呢 我就有点心肠 然后那个我就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 然后我打电话给她 她不应该是安慰我的吗 然后她就让我不要惹事成非了 我都是为你好啊 你在那边 人家的女生叫来的朋友比较多啊 你一个小女生那么晚了 人家很多事重的 你很容易吃亏你知道吗 行 那你都知道我很容易吃亏了 你为什么不过来帮我呢 我当时不是在上班嘛 而且我觉得没有必要 你别解释了啊 你确定今年22岁是吗 你读大几啊 大三 大三啦都 你在学校里你怎么混的呀 大一大二 大一大二 不都正常的上课 那个那时候就 不都是正常上课 吃饭什么的 就是有了她之后 你就不正常了是吗姑娘 因为我挺不容易相信别人的 然后我觉得遇到她 就是给我就是 可以去完全相信她的那种 哦 她挺不容易相信别人 遇到她她就相信她了 受得了吗 到了期末 她就她学校 不是要求她找工作嘛 她就让我帮忙去找 她就在家里面看小说 玩游戏 然后我也催过她 她就让我帮忙 然后我正好亲戚这边 有开了个公司 正好需要员工 然后介绍她去了 她上了三天班 她就不愿意去了 为什么 老板还让她发传单 还不乐意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本来有个朋友 给我找了个挺好的工作呀 那你去呀 不是我就听到也帮我找了一个 我就去了 没想到她给我找了这个 这么不靠谱 就是我觉得那个 就一直让你发传单 我觉得那个 就欺负那个实习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我受不了 但是我亲戚的公司 怎么能亏待你呢 有我的面子在 一次两次发传单怎么了 行行行 还好没毕业啊 她以后工作呀 实习什么的怎么办 都让你帮忙 实习报告都我写了 那你干嘛呀 我就是那个 就是把那个实习 给耽搁了嘛 然后那个 我觉得她报我写 那个也是应该的 哎呀 你跟她是谈恋爱吗 你确定吗 是啊 我怎么觉得 你像带了个幼稚园的 小朋友啊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以为她能改 但是后面 就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是 她要求你帮她的忙 最鼎盛到什么程度 那是看她 在家里无所事事 我就让她 我就帮她找工作嘛 然后她后面 我帮不了她了 她到后面 自己找了一份工作 然后她就一边上学 一边工作 三天打一两天赛网 一心二用的 月底她们公司 统计业绩的时候 就是靠后 然后呢 她们公司要求 她必须提高业绩 不然就会被炒鱿鱼 她就让我帮忙 我也在朋友圈 帮她打广告了 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她就让我请假 过去帮她 我当时我在上班 我哪里有那么多空时间 帮你做这些 你去没去啊 没去啊 没去啊 那我问一句啊 你喜欢这姑娘什么呀 美少女 还有呢 挺温柔的 温柔 还有别的吗 至少不会趁我发火 就只是 哭什么 她就是这么哭是吗 她就是会不理我 有时候 她不理你 你着急是吗 高冷 我着急 高冷 我的天哪 看给你乐的呀 这小伙子给你弄得 五迷三道的 是吧 你特高兴是吧 问你呢 是还是不是 我觉得就是 我们每次 就是有小矛盾之后 我们都会忍断 就忍战一段时间 好 我问你 我问你一些话啊 你喜欢她吗 喜欢呀 喜欢她什么 她特别安全 然后很靠谱 特别安全 很靠谱 好 我再问你啊 你离得开她吗 离得开她 但是我觉得 有她的日子会更好 有她的日子会更好 还行 你愿意跟她 好好的在一起吗 愿意呀 今天是谁要来的 她要来 她要来干嘛 就想跟我分手呀 你为什么来呢 就想挽回一下她嘛 想挽回 好了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男生和女生的问题 究竟何在呢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你刚才说 她很冲动 但我不觉得那是冲动 我觉得她那个情绪叫原始 什么是原始 婴儿的情绪状态是原始的 她想饿了 她就直接哭 她困了 她也哭 然后高兴了 她就直接笑 她不会去考虑 她所处的环境 以及她身边人的感受 她会根据自己的需要 随时地去表露 她的这种情感状态 或者是生理需求 这叫原始状态 您刚才所说的 这位女孩子 她所有的表达都是 在用一种原始状态来表达 包括她说话的状态 我在这儿 我是听不清她说的每一句话 让我感觉就是 咿咿呀呀的一个小孩 所有的这些状态 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她需要用一种 婴儿般的这种状态 来去获得爱的体验 确认你能不能给她背到山上 你背上去了 证明你爱我 你背不上去 你不爱我 然后这个 你过来给我取快递了 你堵两个小时的车 到我学校门口了 十分钟我就把你打发走了 你还无怨无悔 证明你爱我 否则就你不爱我 我只能说 小妹妹 你对爱的这种安全体验 实在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 我觉得不是不可以 你可以找一个 非常有母爱的男人 来去给予你爱 但是如果你退化成 这个强宝当中的婴儿的话 哪个男人能够时时刻刻 把你背在胸前的婴儿袋里 带着去上班 去工作 去社交 不可能吧 因为毕竟你进不了 他的婴儿袋 他也不可能把你背在后背上 所以你要想获得幸福 需要找到的是一个 能够去 愿意去保护你的 男人的同时 你还要学会长大 你至少从 强宝当中 从这个婴儿床上 你至少能学着自己走一走 否则的话 是个男人 都会被你给累死的 当然 他认识您之后 到现在连话都不会说了 这里边有您 百分之百的责任 因为是你自以为是的 那种母爱的提供 奶瓶式的供应 让这个女孩迅速地退行 回到了婴儿床上 所以小伙子 别太把自个儿当神 然后小姑娘 一定要学会把自己当人 谢谢 对对对 白老师分析得很好啊 来 许总 姑娘 看我 嗯 刚才谁给你低了两次指 嗯 谢谢 嗯 这不挺好吗 嗯 就是你觉得 你有了他 世界会变得特别的温暖 是吧 嗯 因为有人照顾你 嗯 有人给你爱 对 什么事都可以这个人帮你做 是吧 嗯 那你回想一下 没有他 那21年 你过得开心吗 嗯 也挺开心的 那是现在开心 还是以前开心 我觉得有他会更开心 但是好像你们之间老有问题啊 就刚才场这么一会儿 你哭了好几回了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姑娘我想这么说啊 你刚才说了一句说 有他你会变得更好 嗯 对吗 但是我分明看到 有他之后你变得越来越不好 第一 丧失了学习的冲动 没有他的时候 你虽然迟到了 你可能不会 迟到太久去上课 但是你就有了他 就是能帮你去点个某 甚至于帮你上课 嗯 有他 一个蛋糕蹭在了你身上 你不能正常地去表达 对对方的一些自己的情绪 同时呢 愿意道歉 想道歉的时候 也要通过他 你丧失自己正常的社交的能力 嗯 有他 找工作你得让他找 不能自己去找 嗯 而有了他呢 实习报告也得他写 业绩也得他帮着完成 你不觉得 你越来越抽份了吗 我感觉有他 你变得越来越不好 所以姑娘 嗯 你能不能真正地做一件 为自己好的事 让自己独立起来啊 让自己可以正常地去社交工作 学习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美的话 你会越来越吸引这个男生 你想去照顾这个女孩 安静的 美少女 对不对 你想过没想过照顾他一辈子吗 想过吗 有想过 想过 我告诉你 他父亲都没有想过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父亲知道 自己不可能一辈子在他身边 一定是希望他能够自主地独立 父母的爱最终是一定要让子女分开的 一定是 因为他们知道 自己不可能照顾他们一辈子 不可能每时每刻的都会陪伴在他们身边 他们一定要有自力更生的能力 这是父母对他们真正的爱 明白吗 所以说真正 如果你对他有爱的话 或者真是想付出你的父爱的话 让他独立 是真正对他的爱 不是帮他去学习去工作 该做的事做 不该做的事一定不要做 你帮他包办所有的事情 只能让他的各方面能力都退化 并且他越来越没有自信 越来越觉得没你不行 你对他的爱就是说 没你更好 明白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了吗 明白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胡老师 女人如果楚楚可怜过了头 那叫装可怜 一个男人怜香细域过了份 那叫自作孽 我特别喜欢一句话 当一个女人的眼眶 充满泪水的时候 其实看不清楚的是男人 而当一个男人 开始怜香细域的时候 心里笑开了花的 就是那个女人 我们怎么理解 一个女人的怜香细域是什么 怜香细域大概指的是 古代的女子身上很香 皮肤像玉一样光滑 当一个这样的女子 楚楚可怜看着你的时候 一个男人会表现出 关切和关怀 但我不认为 这叫真正的怜香细域 一个真正的怜香细域 让男人疼惜的女人 应该是这样的 比如说她在提桶水 她明明提不动 她捋开袖子 努力地去提 满头大汗 脸上冲气红红的 但还是提不动 在这个时候 一个男人帮她把这桶水拿走 她说了一声谢谢 脸上红扑扑的 特别可爱 我认为这叫怜香细域 我认为这叫楚楚可怜 因为她努力了 但她不能 这叫楚楚可怜 很生动 但是如果一个人 明明能够提得起一桶水 非要在那发嗲 帅哥帮我提一下好吗 这不叫楚楚可怜 这叫恶心 而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如果随便一个女人 掉两滴眼泪 就是能够激发起 你的怜香细域 这个男人是不靠谱的 除了她之外 如果以后也有一个 弱女子比她更弱 也楚楚可怜地看着你 能帮帮我吗 你把她带回家吗 你也会激发起 一种慈悲吗 这不叫真正的怜香细域 我认为这叫趁人之危 真正的怜香细域是什么 是把她扶起来 宁愿看着她跌跌撞撞地走 有可能磕在地方流血 你心里很痛 但你依然要让她自己站起来 这叫真正的爱 这叫怜香细域 我只想说的是 一个女人无论有多么弱小 自食其力 不要装可怜搏同情 一个男人 不要动不动 看见可怜的女性 就想去扶住她 要看看她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帮人是应该血中送炭 不是锦上添花 你们俩差不多就得了 听明白了 你听明白了 明白 你明白了 我觉得爱的话是错了 可以改 但是 那个 皮子一旦错过了 就真的错过了 谁跟谁错过了呀 你跟她是吗 你怕跟她错过是吧 你一会儿 六十秒的时候 最好把你浑身的力气都使出来 跟她大声地说说 你留她的理由 要不然就真悲剧了 好吗 来吧 黄金六十秒 其实呢 我长小就不太容易相信你了 我觉得那个自己很自卑 然后我很长时间都是读来读完的 但是我遇到你之后 我就觉得你是可以痛苦一辈子 所以我很 我觉得我 那个 把一些事情交给你 是因为我觉得交给你 会很放心 我其实就是多想 多让你陪陪我 我不想错过你 我们相处那么长时间了 我也知道你的性格脾气 我不知道你短时间能不能改掉那些 我想找的是一个很独立的 事情可以依靠自己做的 我现在也很迷茫 我不懂该怎么办 请回吧两位 请关门 来吧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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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万春 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这中间站 中间站 就祝你们幸福吧 加油哦 来 请开门 来 邀请我们的小滑团 有请 你愿意好好照顾她吗 小伙子 我愿意 愿意啊 愿意 好好好 那就好 本节目礼品是由保湿呼领先品牌 伊贝诗要保湿伊贝诗 伊贝诗防晒霜提供的 我们来见证属于这对的浪漫吧 各位请见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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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凉风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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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乐呢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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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们幸福啊 不同的人总会要找到不同的人 当那个男生出来的时候 就这两个人在这儿悄悄拥吻的时候 我突然明白了 他们其实都找到了彼此最需要的那一半 也许外人看来是不合理的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特别享受 其实他们找对了 特别匹配 来这个节目就当他们秀了一次恩爱 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爱情的力量 这也是一种爱情 你别管它是什么 祝他们幸福吧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伊贝诗爱情保鲜剂 来自万世大爱情保卫站专区的网友提问说 土老师 我和我老公是闪婚裸婚 我婚前到婚后儿子出生 我一直对他很好 但是我怀孕和坐月子期间 他总是对我大吵大闹 赶我回老家 甚至打我 还把我娘家砸了 儿子六岁了 现在我不知道这种日子该怎么过下去 要往上开始 一个男人如果对着一个怀着自己孩子的女人 在孕期间非打即骂 那么这样的男人就是情瘦 这样的男人你留他作甚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服务领先品牌伊贝诗 要保湿伊贝诗 伊贝诗防晒霜冠名播出的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